我永远都拿我两针反针 最旁边的这一针反针 压着剥落针这样剪 我每隔五行第六行剪一次 每隔五行第六行我就剪一次 明白了吗 这样一讲大家能够非常非常理解了 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以六行为单位 一边线上纸一边在这剪 另外一侧我也对称 同时它也是这样的 线上剪的 你看这花纹被剪的不成样子了 对吧 以前它是条状的 现在你看 你看 你看 它被剪了对不对 好 在剪领口的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你已经分片值了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理解它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前后片还要再次的分 你是先分的领口 对不对 好 前后片又是怎样分的呢 是怎样的距离呢 我们看啊 也就是你的高度 开始啊 我们不是有一个三厘米吗 然后又向上直了一个二十八厘米 然后总长度啊 其实是三十五厘米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啊 也就是从我们起针的这个位置 这底边这算起啊 一直向上一直向上一直向上 到这儿 是总长度啊 是总长度啊 三十五厘米 我怎么也没带笔 没有卡呢 达到这个高度之后啊 总长度三十五厘米 这个高 哦 三十六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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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厘米啊 我说这卡不对呢 也就是旁边这儿 从你起针的位置 开始算起 边上这儿 一直向上到这儿 三十六厘米的时候 开始分前后片之 也就是说实际上 你领口的减针 在这位置减针啊 要早于这边 因为你看它 实际上都比它低好些呢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分前后片织了 在织以前 一定要注意啊 你的前片和后片交接注意 就是在页下的这个位置啊 在页下的这个位置 你要给它 平加出十二针来 直接在你的这个 你不是原来要织这片吗 这片的第一针的旁边 明白了吧 在这片第一针的旁边啊 你用这样的加针方法 还是绕线的加针方法啊 因为这样它会有很好的弹性 这样绕绕绕绕绕绕绕 给它加出这十二针来 在它的这个 最边缘这啊 加出十二针来 支什么呢 支八针麻花 两针反针和两针正针 然后和你其他的花纹融在一起 原花纹是不变的 理解了吧 好 这边加 后背片的相同位置 也是加十二针的 理解了吧 也是平加的十二针 也是真的同样的花纹啊 八针麻花两针反针 两针正针 然后和你其他的花纹融在一起 原来的花纹呢 走向 没有变化 另外一侧 相同啊 也是 你看看出了一个角嘛 对吧 这就是平加那十二针 这边呢 翻过来也是啊 要平加这个十二针 那么 这个时候 你的总帧数啊 实际上是 发生了变化的 你的后背片 原有的 这些帧数 最初的如果不是212吗 你要分前后片的话 你正好是106 对不对 那么好了 你现在能够立刻得出来 你后背片的总帧数 那就是106加24 同学们算一下这多少帧 那个就是你后背的帧数 好 以后背的这个帧数啊 左右都加了 花纹也告诉大家了 一直向上推进支 保持你原有花纹 后背的牌花 大家是知道的啊 按着这个花纹 往返往返往返 一直向上支啊 同学们可以在这儿 看着它 后背 你看 后背跟前面的花纹是一样的啊 你看 实际上两边呢 你在这儿呢 各加了一个12针 你看 加了12针之后呢 你的帧数也增多了 一直向上推进 向上支多高呢 一共支 25厘米 也就是说 从你在腋下 平加12针的这个位置 算起 向上 一共支了25厘米 横着一支支 不做增减 往返向上支 保持原有花纹 好 倒了25厘米之后啊 同学们 不用啊 不用有其他的那个 一些的动作 让你的支针在这上面保持着行 你最后要等待 等待 前片 前片 是怎样的呢 之前给大家讲了啊 你在这儿是有剪针的 开始两头这么剪 把这个波罗针背 一点点剪去 你在剪的同时 这儿呢 也来到了腋下 分针的位置 你在这两个位置啊 实际上你是 各加了12针之后 那么你是这么一部分向上支的啊 这儿可别忘了剪你的那个波罗针啊 各多少行 刚才我讲了 一直这么向上支啊 这边呢 也是只好将12针按照说好的花纹 一直向上推进 一边剪一边推进 当你的这一侧的帧数 剪够了我们要求的时针 也就是说你每六行剪一次针 剪够了时针的时候 你看你这边的长度 有没有从这个位置量起向上够25厘米 如果够了就可以停止了 如果没够 保持原有针数继续向上 明白了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在剪着这儿的同时 这边无暇顾忌 因为这边不用你管它的啊 你只要是在这儿一下子 给它加上12针按花纹走就行了 两边相同的剪针方法 好了 都向上推进总长度 25厘米了 好了 这时候 数你前边这儿一共多少针 前片这儿 前片有多少针 就像后片 后片全要多少针 把你后片要来的针啊 和前边一起相互之间 对头缝合 所谓对头缝合 就是拿三根签子在肩膀 直接织缝 大家都有印象 对不对 两侧都织缝上了 好了 织缝上之后 你后背 后脖子这位置啊 剩多少针 给它直接收平边就行了 原有花纹的走向 夜暗花纹走 所以你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领边效果 看到了吗 好 这个时候 你的整件的服装作品 实际上 还有一个小小的瑕疵 那个同学能够迅速告诉我 如果你能够不打班 没有任何迟疑 立刻告诉我的话 那将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学生啊 并且对编织一定是有研究的 也就是这时候你还剩下这儿 你两个人都是在这评价的事儿 这是一个开口啊 对不对 你在这是一个有开口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干嘛呢 给它缝合上 这套也如是啊 缝合上 实际上大家都是这个编织新手啊 我这样讲 你能够理解 理解的透彻 但是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啊 一个对编织研究的非常澎透的一个前辈的话啊 你知道他这儿会怎样处理吗 因为我们通常是先织后备片 你织后备片的时候 你织后备片的时候 你这儿已经原来加那12针了 聪明的人在这实际上干嘛呢 就在你原来夹的这个底下的这个边儿这儿 啪啪啪啪啪 直接挑出这12针来 接着向上枝 明白了吗 实际上它这儿都不用缝 而且还能保证这儿的花篮呢 是一个完整的麻花衔接 就是稍微小一点的麻花 你看 但是总比这儿一个缝合痕迹强吧 你知道反面看不到它的缝合痕迹 理解了吗 这就是编织啊 带给我们的处处 能够看见每个人的智慧 和惊喜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讲课我们一定要这样讲 大家能理解 但是实际运用当中啊 我们会有很多个新鲜的手法啊 来支撑一件作品的完成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 每次啊 我都是喜欢给大家讲完之后 再做一个拓展 让大家能够在文本的形式当中 能够得到一些非常好用的 一些想都想不到的技巧啊 也希望编织这个事情呢 能够在手工爱好者当中呢 播撒出一个种子来 因为一件衣服的完成 真的是经过千针烂线 不止千针烂线 才能够最后达成你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完整效果 这当中呢 付出了很多的时间 精力 心思 情愫 情意 等等等等啊 所以编织是一个美妙的过程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热爱这个过程